烟火啟發宛如天使羽翼 隨著燈光轉換笑臉浮現 2023 101跨年烟火搶先曝光 全新視覺設計驚喜滿點 磅礡音樂再搭配金魚呼喊聲 接著出現彩虹圖騰 環繞整座101 30秒烟火動畫就讓人意猶未盡 跨年當天烟火將釋放300秒 今年特別引進艾菲爾鐵塔 所使用的高規格西班牙煙火 同時搭配最新無限敵煙技術 大家常常看到就是因為煙火 一放的時候就有煙 然後就是到後面會比較看不到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透過多媒體的方式 我們有燈光有雷射一直在接替 所以就整個秀是高潮迭起 除了採用全新燈網 今年也首度結合光束燈 雷射等戶外光效展演 搭配煙火多媒體動畫 建築燈光和原創音樂 將打造全新感官大秀 加上過去煙火秀都只展演 在大樓北西側 今年特別在大樓其他三面 新增高光雷射 將呈現四面360度全展演 每個角度都能清楚觀看 我們一開始有展現一個 代表和平希望的一個展翅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高難度的 希望今年是一個好的天氣 台北101煙火備受關注 今年演唱會卡斯也很吸睛 由露露黃鹿紫英 人氣YouTuber布萊克薛薛 阿拉斯搭檔主持 蔡建雅和劉若英 兩大歌后將登台飆唱 另外彭家惠維里恩 許富凱和9M88等藝人 也會陪著粉絲一起跨年 隨著疫情去管 今年煙火防抄搶手 海景第一排飯店 也祭出跨年方案 台北寒舍愛美酒店 寒舍愛立 均越和萬豪飯店 三天兩夜價格介於兩萬多到五萬多元 植住一晚也要七千元起跳 但民眾反應熱烈 所有房型幾乎銷售完畢 搶搭跨年熱潮 華視新聞時間送一張台北採訪報告